那說到假冒偽善的人 我們是絕對比不上左派啦 各位不用擔心 像剛剛好像在罵人一樣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認罪悔改 來這邊討論一個史上最假冒偽善的人 希拉蕊柯林頓 他上個禮拜上了這個頻道 最常唾棄的左派電視節目 The View This is amazing 這實在太厲害了 我都不知道怎麼講 他這邊說川普在他的海湖山莊 有機密文件 是非常可怕 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I think this should be taken really seriously It's not a joking matter and it shouldn't be partisan It should concern every American because those documents and the empty folders as they were marked s suggests that there was really important secret information that is essential to our country's defense and security and when the report came out yesterday that the documents also included information about we don't know which an ally or an adversary's nuclear program I cannot tell you how terrifying that is 是喔 好可怕喔 跟他的長相一樣 Oh my god 我發現了一件事就是 這些機密文件 在哪裡沒被洩漏 然後在哪裡是安全的 就是在川普的衣櫃裡 OK 一被FBI搜出來 馬上就上了華盛頓郵報 哪一個比較可怕 機密文件在川普的衣櫃裡 還是機密文件在華盛頓郵報的頭版 然後希拉蕊說 很多人會為了這些機密文件死欸 對不對 我們之前節目就討論過 有多少人 因為希拉蕊的機密文件而死 有被自殺的 對不對 還有一個是被吊死在一間餐廳 然後身上被散彈槍打成蜂窩 結果法醫判決說是自殺的 還有像那個Jeffrey Epstein 但我沒說 我還有小孩 我還有家庭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位 左派的聖母瑪莉亞說的東西 所以這個想法 我希望大家會做得很嚴重 這不是柔軟的 嘗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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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一個延遲的文件 沒有 不像一個延遲的文件 對 如果國家有什麼機密的話 應該要給希拉蕊 應該要像她那樣的處理方式 她會把它放在自己的 伺服器上面 然後政府問她要那個東西的時候 她就會把它全部洗掉 而且還用漂白水 把那些機密文件 全部都破壞掉來拖嘴 或許這才是最正確的拖嘴方式 這個才是真正最好的解決方法 我們這時代的政治出了很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分不清楚明星跟政治人物 我們以為政治人物 是可以跟明星一樣運作的 就跟那個木村拓哉 那個當首相的那個日劇一樣 こんばんは 私は朝倉携帯です 剛好那個日劇的名字 就叫做Change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一切政治人物偶像話 就是從歐巴馬 跟她那個Change Yes we can 開始的 甚至如果要追溯更久的話 甘乃迪好像也算是 我們分不清楚偶像明星跟政治人物 最能體現這一切的就是左派的女神 AOC Alexandra Ocasio-Cortez 她就是一個政治圈塑造出來的明星 跟歐巴馬還有希拉蕊一樣 她有一個明星的個性 在國會裡面 什麼都不做 也不立法 天天在那邊吵新聞 因為大家都覺得她的法案 很不聰明 我答應過我們的觀眾 我不再講腦殘了 然後她在網路上天天發影片 然後上個星期 她上了GQ雜誌 《紳士記刊》 基本上她是一個神經病 而且是徹底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人士 而且是民主黨的明日之星 那整篇對她的報導 基本上就在講說 AOC有多可憐 多麼勇敢的一個受害者 各位可以想一下她多可憐 她在國會裡面 她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就是不立法 然後可以上GQ GQ是一個時尚雜誌 男性時尚雜誌 Gentlemen's Quarterly OK 這個報導 到底是跟時尚有關 還是跟政治有關 那AOC她到底想當一個政治人物 還是想當一個大明星 這個報導很長 其實也沒有很長 但是廢話 一個字都算多 讓我來總結一下 這個報導在說什麼 這樣子大家就不用浪費時間 不過如果說你以一個娛樂角度去看的話 例如你在馬桶上面 你真的是要花一點時間的話 真的非常歡迎去讀一下 這邊報導開頭就說 AOC是很可憐的政治素人 沒有任何的幫忙 從小就在水深火熱的生活當中長大 長期被打壓 被白人至上的社會被唾棋 他根本進不了政治權 政治都是有人玩的遊戲 太黑暗了 太多的人使用政治 不是為了人民 而是為了增加更多個人的曝光率 AOC很厲害 很努力 在這困難的 被男人控制的 被白人控制的美國當中 打開了新的希望 美國新的篇章 世界平等 均富人民的未來 基本上就是類似這個樣子的東西 我們有太多的明星在講政治 也有太多的政治人物想要當明星 出來的政策就是一堆爛泥巴 然後他在裡面還提到 他不可能當上美國總統 因為他是個女人 他就是個拉丁裔的少數民族 Anyway 這不是政治該有的樣子 政治是一個非常無聊的東西 政治 特別是在國會 應該是一堆熟知法律的律師 在當人民的代表 在那邊東摩西摩 然後來把我們這個文化的邊緣 還不完善的邊緣 在那邊修復不完善的地方 政治不應該是一堆人 自以為自己可以當大明星 然後使用政府變得很有錢 越變越有錢 當越久政治人物變得越有錢 或是變得很有名 但是 我們不教育我們的孩子 我們不站出來說話 我們不投票 我們得到的 就會是越來越多 這個樣子的政治人物 是我們 我們投票把這些人送進國會的 是我們把這些人當成是我們的代表的 是我們放棄了我們自己的文化 所以現在我們的小孩要被洗腦了 我們的生活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的油價高成這個樣子 我們的通貨膨脹變成這個樣子 其實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很軟弱 我們不敢發聲 我們以為這個樣子就以和為貴 是我們助長了這個樣子的變態 而且噁心的政治體系 所以這些人才會覺得 他們沒有選票當上總統 不是因為他們的方向很蠢 他們的政治生態很噁心 他們的自由是壓迫 他們的平等是特權 而是因為 他們是被壓迫的受害者 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根本不認識自己是誰 他們以為政治就是一個大明星的舞台 然後他就是那個大明星 節目最後我想要回到我們基督徒 在我們interview這些人的時候 候選人Mitch Clayman 是我interview裡面 我覺得最謙虛 而且最和善的一個人 他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在正確的季節 去做正確的事情 他之前開著通水管的公司 然後一直問自己 有沒有人會起來 有沒有人會發聲 有沒有人會出來反對左派這些議程 最後他發現 這個是神給他的calling 神要他起來 神要他起來做事 為了他的家庭 為了他的社區 為了他的國家 為了基本常識 我們當基督徒的 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 才要活得跟耶穌一樣 放棄自己的舒適 放棄自己的生活 為了正義發生 為了真理發生 真正的把這個實在的痛苦 背在自己身上 而且為了神的道德觀奮戰 耶穌為了我們 而死 我個人認為 身為耶穌的跟隨者的我們 做這點事情 是應該的 是理所當然的 而且 是充滿著希望 跟期待的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 AI News